大家晚安 我今天只做一個自己的簡訊分享 我在上晚出中級的時候 然後要去調整站實習 然後從家裡的二樓摔到一樓去 就很不幸的腳之後就裂了 裂了之後我就想說走吧 沒辦法去實習了 就在家裡休息好了 可是那個師姐很熱心 她說你這個時候應該來調整才對 所以我就去了 然後大家很熱心跟我聊 她說好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長生拳真的有用 不然其實我是蠻懷疑的 一開始 但是經過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覺得她真的是有效 還有就是像我媽她已經是落床了 她裝鼻胃管 那鼻胃管長期裝的話 她鼻臨膜會不見 那我也是用長生拳跟她調整 那好很多 我是在這裡分享這件事 我是想說 可能在座很多都有老人家 那可以用這個方式 幫助他們就是比較好過 就是身心裡她都會比較舒服 大概就是這樣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還有就是燙傷 燙傷的話 長生拳也很好 像我在烤麵包的時候 比如說烤箱燙 以前燙傷她會流疤 但是用長生拳去調整 好了之後她不會流疤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